这首朗朗上口的望春风 歌词正是李林秋先生 在这座位在新宁北路的故居所创作 李林秋故居在2022年2月 被台北市政府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并于同年11月启动古迹修复 历经一年修复工程 投入2000万元经费 终于正式对外亮相 文化局长蔡思平表示 林秋居的开幕 不仅是对李林秋及其作品的致敬 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生活记忆得以延续 这个地方今天能够来 各位要知道真的很不容易 一方面是修建先生非常的帮忙 他能够走突破这么多困难 再来就是也要感谢 你看这一栋建筑 我们走了三任市长 对不对 从好市长开始的立建 然后到柯市长的时候变成市定古迹 再到柯市长开始 第一次的开始维修 然后到我们的开始 蒋市长之后的继续的接手 走了三任市长 各位才看到这样一栋建筑 真的表示说文化资产的东西是要花钱的 真的是要花钱 我在府里面每次跟长官讨论预算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讲说要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才有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好不好 怎么让这个李林秋老先生的这个遗作 能够得到更多年轻朋友的关注 我有答应修建先生说 我过两天我们请北流的董事长黄月宁来 我们来看看流行音乐界的朋友 有没有办法可以用比较更新的观念 把这些歌重新做一些编曲改写 让年轻的朋友可以听 对不对 因为刚才修建先生跟我讲 他现在最在意的就是 二三十岁二十几岁这些年轻人 要知道李林秋 要知道望春风 要知道不破网 要知道世纪红 那如果这样他就要经过重新的编曲 重新的改造才有可能 我们来努力好不好 历史不是只有在克粉上面 他其实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生活当中 包括说这些歌厨 我们都知道说 那时候当时的生活 当时的城市 当时每个人民的心境 为什么会删出这条歌 让大家都知道 无形的资产 因为有形的资产 也许可能就是建筑物 我们可以修复 但是无形的资产 他可以永流传 但是怎么样让这无形的资产 可以继续下去 这是要花很大的力气 包括说这里的歌词 因为老师写的这些歌词 就很像诗一样 跟现在的歌词都不一样 现在的歌词都是白话文 你一听就懂他在讲什么 可是以前早期的歌词 它是就像诗词一样 它有意涵 有凭热 有抑韵 有韵味 让更多 我们后一代 还是我们的小小小 都可以知道 我们台湾的日子 我们台北市的北京 我们在大厨 有听我们生活这里的故乡 我们的家庭 我们过去 我们的时代 是怎么打不下去的 李林秋故居为在地茶商 陈天莱家族所有 原有建筑于清光绪13年 西元1887年 间接时起造 是二阶层砖石木构造的 中西混合风格建筑 大约在昭和7年 西元1932年 改建为北侧八开间的二阶层 炼瓦造电屋建筑 而老吴重申最重要的关键 是李林秋的妖子李修建 李修建在家族债务问题 及产权纠纷中 最终于109年10月 成功行使优先购买权 保住了这座珍贵的历史建筑 这两年前我们就去租庭 到这个租庭高政 文化教都要感谢文化教 修理金融2000万 2000万文化教退党 保住40% 退党把文化保 文化教把文化保申请 因为保住35% 我自己做25% 我们他说 阿丹你看 你看 越来越大晃 他说越大越大 你怎么说我不是做了 逃税的没提不起 所以继续 留住以后我们走 走你受荷和在庭级会 真顺势完成 怎么走你的 都花不完蛋了 说实话 大家一直很关心 将来要怎么经营 我们有一个经营团队 经营 经营 通过一个最大的 就是 要实现我们老婆 台心的願望 一老 做这个公共表演空间 表演空间 经营 中心理念是什么 台湾人 要理念 要念唱歌 唱台湾歌 台湾人唱台湾歌 当时我们邀请国外 藝術团队 来 共同 来这里表演 来用更豐富 当时最重要就是 要威慕台湾 鸡蛋 我们老婆在资助里面 一代共同 台湾人的情形就是什么 如果说 有情有义 修信用 爱家爱国爱乡党 作为一个藝術家 还是文林 或是地鞋文字 就要将你 看到东西你看到的文件 放在作品里面 后台人 才知道 董事 你们在作品里面 我们老板要去酒家 什么 对这看 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 就是 他特别跟我交代 交代一句 他说 人 做事 不可以失败 不可以失质 因为你失质 什么就毫无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有听到这个 包拔王 来到那个 董事 的用意 就是在吃 重新开幕后的林秋居 除了典藏文物导览 还将策办常态音乐活动 推动社区关怀行动 而未来也将开放夜间时段经营 让更多不同族群 步入这座时光骑楼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